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拒绝拿下耳环 甚至还出言讽刺 被激怒的老师失去理性 不过还是上课时间 竟然就在教室外头走廊 当着其他人的面 失控痛殴 体罚学生 影片上传网路后 社会舆论哗然不敢相信 本该是学生榜样的老师却对学生行使暴力 尽管学生有错在先 但老师因为恼羞成怒竟然体罚过档 通过学生泄愤 把为人失表的理念抛在一旁 也让不少人直摇头心痛不已 三连新闻 文明知报道